Hello 大家好 我是何以建德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盛名远洋的德皮的品鉴 就是这个爱丁格小麦啤酒 比起德国的一些大集团啤酒公司来说呢 爱丁格只是坐落于德国慕尼黑东部小镇上的一个私人酿酒厂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的私人酿酒厂生产的啤酒 居然销往了全世界80多个国家 就是这么一款啤酒 在国人当中也享有盛与 喜欢的人非常多 而且我在评论里头看到 很少有人说这款啤酒不好的 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来品一下到底怎么样吧 这款啤酒呢 原脉之浓度12.6度 酒精度5.3度 也是遵循了德国1516纯净法量造的一款啤酒 没有添加其他的原料在里面 泡沫非常的细腻和丰富啊 酒体的颜色呢 呈现了这种琥珀色吧 稍微有一点点浑浊 然后它的麦芽的香味很好 带着一点点这个焦香味在里面 甚至我闻起来还有一点点果香味 这个它的啤酒花用的还是挺不错的啊 来吧 我们来试一试它的口感 入口来说呢 很好 甜度和苦度呢 是一个适中的位置 持续的时间呢 稍微会有一点点短 它的这个口感啊 酒体呢 相比柏龙来说呢 没有那么厚重 这是因为它在灌装之前呢 经过了一次过滤 把这个酒体当中沉淀的酵母呢 过滤掉了 这也是爱丁格独有的一个做法 就是在装瓶之前呢 会进行一次沉淀酵母的过滤 所以它的这个酒体呢 看起来没有这个柏龙那么的这个醇厚 非常的畅爽 喝进去的感觉呢 很不错 唯一一个缺点 就是它因为过滤的原因呢 会过滤掉了一些这个醇厚的啤酒 那种感觉在里面 但是喝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价格方面呢 我买到的大概在七块多亿的一厅 还是很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价格和这个品质 能够匹配的很不错 只不过呢 我是个人更偏向于柏龙的那种口感 所以一直把柏龙当做一个口洋酒 但是这款在德国被誉为小麦王的 爱丁格小麦啤酒 很不错 大部分朋友都喜欢这款啤酒 如果您是一个德皮的爱好者 一定要尝一尝这款爱丁格的小麦来品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话不多说 如果您有想让我品贱的啤酒 在评论区留言吧 我一定会把我品尝的结果告诉给您 拜拜